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九点 发票使用的审核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发票怎么去使用 要不你就是作为卖方 你就去进行一个开具 那在卖方就是开具 那对应的 那对应的就还有一个取得 一般来说就是买方 我们指的是一般的情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取得的时候 你也是实用应该怎么去做 那开具的时候你也是实用应该怎么去做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取得发票的基本要求 一取得与发票的基本的一个要求 一取得与经营活动相符的一个发票 取得发票时不得要求变更品名和金额 对吧 你之前买的是一瓶水 你别过来开成办公用品 你买的是一辆车 别过开成办公用品 你买的是个音箱 跟你办公没关系 对吧 如果说要是变了 那你就是个虚开 对吧 不符合规定的发票 不得作为财务报销评证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拒收 第二 使用发票时不得发生的行为 对吧 你不能够转介转让 介绍他人转让发票 发票是不能够私自个人去转让的 对吧 你只能到对应的事务机关去进行领用 好 发票兼职章和发票防卫专用品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私自印制 伪造变造非法取得或者废止的发票 而受让开具存放携带邮寄运输的 扩大发票使用范围的 以其他凭证去代替发票什么 说白了 不需要去记 你只要知道你坏就行 只要你坏 你做的是坏事 那就是不得去使用发票时候的一些行为 再来看发票的真伪的一个鉴别 其实一张发票 现在特别是电子化了之后 其实这个真伪的鉴别 其实已经不是很大的问题了 你们会发现 我们整个那个发票 最常见的像专用发票 在这个地方 右上角就有一栏 专门有很长很长的一个教业码 教业码就很复杂 又有数字 又有英文字母 还有符号 它就是唯一的识别号 只要你把这个教业码输进去了之后 你对应的 那对应的此时 你每一个每一个的信息 每一个每一个金额 都能够体现得出来 好 那针对发票的一个 真伪鉴别 伪造的虚假发票 那当然是假票 那就不可能去作为财务核算 税前扣除的有效评证 那发票真伪的一个鉴别方法 依据发票的防卫措施鉴别 也可以通过发票查验平台查验 对吧 就是对应的这个网址 我就不去读了 对吧 当然你可以申请税务机关 去进行鉴别 都行 都可以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在平台上查验 把这对应的票号输进去 对吧 自然然的就可以把它确定的出来 对吧 当然如果说你不向平台上面去 你在我们的窗口上面去办 也可以 对吧 第三个 取得发票的合法有效的审核 核心内容是真实 加合理 加规范 第一个你这个业务是否是真实的 你要去审核一下这个发票 记载的业务的真实性 对吧 同时你要去看一下 你这个发票 虽然说它开出来是真实的 它开票规范吗 对吧 它开票规范吗 有没有压线吗 对吧 有没有不清晰啊 自己是否工整啊 对吧 那对应的这个备注栏 它到底是否是必要要填的 就像前面说的 前面有九种是必须要填 备注栏的 它是否是规范的 对吧 再来审核一下开票的一种 内容的逻辑性 对吧 那你对应的 你现在对应的是一个销售货物的 对吧 你销售货物 那是有形动产 你怎么开出是6%的一个税率啊 那可能就有问题了 对吧 那现在对应的 如果说你这个服务 怎么开出是13%呢 你要去想一下 为什么是这样的 你要去判断它这个内在的逻辑性 对吧 就是有效什么的 三个要点 好 再来 针对第十个 发表违章处理相关规定 在这里 确实这个点 很杂 其实萧老师 我也不是吹牛的 我也记不住这些东西 我一般的话 考前半小时突几 对吧 我考前的话就超超超超超 超个十遍 超着关键字 我大概心里面有一个谱 大概有个印象 考完我就忘了 始终这块 我不希望大家 就是重点的去突击它 考前半小时 经济半小时 去突击它就行了 OK 好 第一 违反发票管理办法的一个规定 我带着大家读一读 念一念就行 好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有税务机关 去责令改正 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就予以没收 第一 应当开局而未开局发票的 或者未按照规定的实现 顺序 栏目 全部念字 一次性开局发票的 或者未加改发票专用张党 第二 使用税控装置开局发票 没有按期向主管数据机关 去超速 去报送 开票数据的 第三 使用非税控电子器具 去开局发票 未将非税控电子器具 使用的软件程序 说明资料 报主管数据机关 或者未按照规定去保存 报送开票 的数据 第四个 规定区域去开局发票的 第五个 扩大发票使用范围的 第六个 拆本去使用的 对吧 你本来就三个链子 你拆开去使用 有拆本 这是不行的 要联合起来一起用 对吧 就不能够拆本 这叫拆本 第七个 以其他凭证 去代替发票 凶的 你喜欢白条去代替发票 是不行的 对吧 第八个 你如果说注销了 你没有按规定去 缴销发票了 这也是有错的 对吧 第九个 未按照规定 存放和保管发票的 你要保管五年 你只保管了三个月 你就把它烧了 那也不行 第二个 跨规定的使用机 携带邮寄 运输 空白 你们会发现在前面讲过的 是不是你会发现 这里如果说 说在江苏 我们专门是有江苏的票的 你就不要去跨地区去使用 对吧 你就不能够携带着 把四川的票 拿到江苏去用 对吧 好 携带邮寄 运输空白发票 以及携带邮寄 或者运输空白发票 出入境的 由税务机关 责拧政改 可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块 情形严重的处以 一万元到三万元以下的罚块 有违法所能予以陌生 丢失发票 或擅自毁损发票的 依照钱款规定去出发 第三个 违法规定 虚开发票的 由税务机关 没收违法所得 虚开金额 在一万元以下的 可以并除 五万元以下的罚块 虚开金额 超过一万元的 并除五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块 构成犯罪的 那就要依法去追究 刑事责任 非法 带开发票的 依法 依照 虚开发票处理 其实前几年的话 成都就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责的这个案子 对吧 其实最终他最终就入息了 他的设计金额上一元 所以说 现在发票管控的特别特别的厉害 以后 注意 同学们 你们一定不要为了 眼前的银银铬狗狗 为了一点点 樱头小利 对吧 去振着点子钱 去虚开增值税 那这个话处罚是非常非常重的 对吧 你最终就会丢了西瓜 对吧 你最终连芝麻都没捡到 千万不要去这么做 OK 好 第四个 私自印制伪造变造发票 非法制造发票 防卫专用品 伪造发票 兼职章 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销毁作案工具 和非法物品 并处于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其间严重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应制发票的企业 可以并处吊销发票 准应证 构成犯对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上述的规定处罚 税州征管法 也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去执行 就行了 由以下情形之一的 由税务机关 处于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五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 属于没收 第一 转介转让 介绍他人 转让发票 那发票兼职章 和发票防卫专用品的 知道 我应当知道 是私自印制 伪造 变造 非法许的 或者废止的发票 而受让 开具 存放 携带 邮寄 运输的 那对应的 发票违章 处理的 其他相关规定 税务机关 应当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面通知当事人 你要知道 对吧 要告诉别人 我为什么要去处罚你 这是我们税务机关 应该做的一个事情 对吧 要书面通知别人 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 决定是不服的 那就可以依法去 申请行政赋议 或者向人民法院 去提起行政诉讼 对违反发票管理规定 两次以上 或者情节严重的单位和个人 那税务机关 可以在半税场所 或者广播 电视 报纸 期刊 网络的 新闻媒体上 公告 纳税人 发票 违法的一个情况 对吧 在这里 我们会有个叫 两次以上 就惯彻的一个叫 首单不法制 你看 仍然是体验中 首为不法制 首单不法制 对吧 两次以上 就太坏了 对吧 你都已经 选择教训了 你还去违反了 那你就是真坏了 对吧 第二 违反发票管理法规 导致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 未缴 少缴 或者骗取税款的 由税务机关 没受违法手段 可以并处 少缴 或未缴 或者骗取税款 一倍以下的罚款 对吧 像第一条 其实我跟你说 我当时去一个小县城里面 去做一个 好像是一个税务 是一个税务锅 对 是一个税务锅 对吧 提供了这个服务 好 当时的话 我给当地的一个 企业的负责人打电话 很有意思 他的采名 就是被当地的税务机关 对吧 给他改了 对吧 好 然后就说 现在某某某税务机关 对吧 骑士 谁谁谁谁 现在违反了相关什么人的 什么法律 他多少多少次 犯了些什么什么事 结果 我接了这个电话之后 我听到了采名 完了 那我就知道了 这个人其实他涉税方面是有风险的 所以说很多很多人都不跟他再打交道了 所以说这一招真的也是狠狠的 但这块没有去推广到全国 确实这块的杀伤力太大了 这是我在一个小县城里面遇到一种情况 好像到后面就没有了 对吧 但我确实也经历过 这就一种公告的一种行为 对吧 还是很有意思 第三 对违反发票管理法规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 税务机关应当依法运送司法机关去进行处理 第四 税务人员利用职权之便 故意刁拦印制使用发票单位和个人 或者有违反发票管理法规行为的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要急于处分 这里是针对税务人员的一种 就叫处分 构成犯罪的就要依法去追究刑事责任 好 针对以上呢 我特别给你们说 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了解 现在还不到去复习这个知识点的时候 我帮你们先进行唠叨唠叨唠叨 再唠叨 到时候我们到那个模考点评期段的时候 会教大家一些大招 快速的去应对这样的问题 好 后面再说